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让篮网新赛季有了冲冠的本钱 纳神 德安东尼 雅克沃恩等高水平教练组 也是他们夺冠的要因之一 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大胆预测篮网新赛季 第一 交易截止日前再增加一个球星篮网 在休赛期就对詹姆斯哈登进行过追逐 但篮网的筹码无法打动火箭 让这笔交易搁浅 但这说明了篮网迫切的希望 再增加一个球星来组建三巨头 德罗赞 奥拉迪波 扎克拉文 阿龙哥等等 都有可能成为这只篮网交易的对象 丁维迪 勒维尔 普林斯 哈里斯这些球员 都是可能被交易的筹码 第二 KGB跟键断裂前 还要强2019年6月11日凯文 杜兰特官宣跟剑断裂 将缺席整个19-20赛季 因为上赛季联盟又遭遇了停赛杜兰特 休养了一年多 他的跟剑伤势已经痊愈了 18-19赛季的KD场均拿下26分 6.4篮板5.9助攻 0.7抢断1.1盖帽 命中率52.1% 三分命中率35.3% 经过了长时间恢复的杜兰特 没有闲着他很努力地训练 相信他会比受伤之前还要强 第三 篮网有可能 拿下东部第一战绩上赛季东部 最佳战绩是雄鹿 53胜12负 此前美眉FW预测雄鹿新赛季 将拿下57胜 继续是联盟第一战绩 但NBA分析网 觉得有了杜兰特 欧文的篮网 会成为东部最大的黑马 杜兰特远 比杨尼斯更强 就算杜兰特下赛季 不是MVP 他也会让篮网的战绩 大幅度提升 篮网有希望 成为东部投名 第四 篮网与胡人会师总决赛 最终篮网举胜 杜兰特FMVP 这第四条信息量巨大 NBA分析网认为篮网 不仅会拿下 东部第一战绩 还会在季后赛中 过无关展六将挺进总决赛 而总决赛的对手 不是别人正式 未免冠军洛杉矶胡人 凯文杜兰特 也将第四次在总决赛中 与勒布朗交手 前三次杜兰特 是二胜一负 这第四次交手杜兰特 碰上36岁 已经下滑的詹姆斯 还会赢 最终篮网 击败胡人夺冠 杜兰特拿下FMVP 大家觉得 NBA分析网 这四个预测如何 篮网真的可以夺冠吗 杜兰特跟剑断裂 能比之前还要强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